7.2強震引發大山崩駕駛 嚇到P-P-T-R 在隧道下方 連鐵包的轎車都慘遭山崩夾擊 回到20秒前 有一輛重機從對象插旋而過 眾人擔心騎士 人類 事後傳出他幸運躲過地震落石 身份曝光 近視天翔派出所的遠景 在躲過山難後 徒步奔赴第一線糾災 同樣在台八線 眼看前方一輛基普車 及轎轎活活遭到掩埋 駕駛混沌泰魯格 女騎士滾落山坡 卻奇蹟似的被受困在隧道內的一家人救起 手臂被落石 擊中骨折 而她是準備去山岳村的餐廳員工 目前正在花蓮門諾醫院接受治療 不只受傷 由於山岳村也遭到巨石砸毀 無法繼續營業 既漢平解雇80多名員工 山岳村也將資遣所有員工 鏡頭轉到市區 地震中遭到震滑的天王星大樓 本一加緊拆除 但為了營救康老師的貓咪直接停擺 搜救人員將右捕龍和罐頭 不過目前仍有四雞三貓 可能還受困 網友僅見裡頭兩隻雞拍打翅膀 找吃的 生命力頑強 竟然訂了蔬菜 請媒體空投給屋內機支吃 讓送餐的外送員真的是滿頭問號 地震也讓花蓮宮水出了大問題 許多民宅屋頂水塔都壞了 總統蔡英文今日道場勘災 目前正在募款達到近5億元 將全力重建載區 記者就叫林正健貴聲 花蓮菜網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 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